在台中的英彩路 一座城在这四十年历史的大敦文化中心 见证了台中一文的蓬勃发展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的回廊 一同感受台中市深耕文化城的重大里程碑 台中市之所以素有文化城之称 大根文化中心 它推广艺术深耕文化功不可没 四十年来提供了台中市民好朋友 甚至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 不只是艺术家文化家 一个很重要窄眼的舞台和场地 台中市大敦文化中心自民国 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竣工启用 四十年来见证整个台湾 尤其是中部地区的艺文发展 四十年前要开办这座文化中心的时候 这个地方完全都是田 那我们就很担心在这边开馆会不会有人潮 办文化中心开馆都到下午五点 那我们为了方便市民的上班时间不能来参观 我们开馆到晚上九点 这样一路经营下来 每一个年度都是全国第一名 如果要再造下一个四十年的辉煌 我们要再一次的对变 我们要把大敦文化中心变成世界级的文化中心 门口的大事迹 楼梯转角的霍格华兹市书墙 记载着大敦文化中心四十年的光阴岁月 四十年来编辑出版近八百册图书刊物 推出3397场精彩讲座 8834档展览 开办9882门译文研习课程 是台中使用率最高的译文空间 也是译文人才育成的关键基地 大敦文化中心四十年了 这里是很多台中市民的回忆 所以我们整个十一月都规划为管庆月 我们筹备了六大的主题展 不管是金田的邀请展 还有我们的典场展 还有我们研习班的志工的等等的展览 六日我们在我们的户外广场这边 也都有办一些街头艺人还有舞台的活动 那甚至也有一些美食摊位创意市集 欢迎各位市民都可以来我们大敦文化中心走走 一起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个四十年生日的快乐 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 大敦文化中心力邀107位艺术大师共同展演 以经典归宝 风华再现 美哉大敦 荣耀未来四大主题打造精彩特展 不仅是四十年来精彩的见证 更为未来的艺文发展揭开崭新一夜 我们跟主观单位筹划了一段时间 那经过分类 把那分为四个主题 邀请了历届以来 在我们大敦展出的这些艺术家 还有典藏品可以见证我们大敦文化中心 四十年来的成果 也可以见证大台中的美术发展史 台中大敦文化中心自七十三年开办艺文研习班起 更成为了民众亲近艺术的据点 也为台中艺文注入崭新的活力 大敦艺文研习班 这个算是全国有名的 那各式各样都有 平面立体的 美术的 舞蹈的 表演艺术的 只要跟艺文研习相关的都有开 我们都请的是名师 而且费用又相当的便宜 现在有很多艺术家 都是在我们艺文研习班 比如说学了油画 书法等等 现在都是在这一线上知名的艺术家 台中大敦文化中心 是所有文化人及爱好艺术文化的人聚集的好地方 也是台湾文化进步的见证 相信未来中心会在这条文化艺术图书之路 继续努力前进 发扬光大 大敦文化中心四十年了 很多的市民朋友跟着我们大敦文化中心一起成长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据点 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理念 文化活动 推广到我们所有的城区 所有的行政区域的市民里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